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從昨天上午開放申請 截至昨天晚間六點 已經有九十二萬多人完成了登記 而勞工個人紓困貸款的部分 根據勞動部統計 截至昨天下午五點 申請的件數是十二萬八千四百一十四件 核代數九千兩百一十二件 也因為開放網路申請的關係 所以今年零貴申請的人 比去年少了一大半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十五號上午十點開放網路申請 一開始似乎申請的人數太多 出現目前網站人數較多 系統已經自動為您排隊的字樣 索性過沒多久就能操作 在外部表示 首日可能家長不熟悉操作 多數無法申請的人原因是輸錯資訊 截至十五號晚間六點 已經有九十二萬兩千零八十四人完成登記 如果是涉及監護權的問題 教育部將會各按協助 孩童家庭防疫補貼對象 涵蓋國小以下學童 以及國高中前三年的生長學生 共有兩百五十萬名 每人補貼一萬元 十五號開始上網申請 核定五五後十八號撥款 期限到九月底為止 想直接領現金的家長 可以十八號之後 拿著手上的各家提款卡 到三家指定銀行的ATM作業即可 同一天開放申請的 還有勞工紓困貸款 今年零貴申請人潮比去年少了一大半 還有銀行直接在門口設置零食櫃 因應防疫分流 根據勞動部統計 截至昨天下午五點 勞工紓困貸款申請件數為十二萬 八千四百一十四件 核貸數九千兩百一十二件 由於今年名額 只限五十萬名 每人最高十萬元 清零的勞工要滿二十歲 一百零八或一百零九年 個人總所得五十萬元以下 或是符合投保資格的人 可以向三十五家銀行辦理 其中二十四家銀行 提供線上申請 記者綜合報導